欢迎收看中央社全球视野 我是黄佳华 交通部观光局和美国公共电视网 去年联合制作的台湾澎湖群岛特辑 完整呈现澎湖的海岛之美 以及富有人情味的风土民情 日前或把美国日间创意艺术爱美奖 最佳导演以及最佳主持人两项大奖 节目主持人和澎湖阿婆超越语言的亲切互动 让人印象深刻 观光局表示 目前台湾已经超越南韩与泰国 晋升美国民众旅游目的地第六名 携失和旅游节目合作 有效地帮助台湾观光打响名号 交通部观光局与美国公共电视网旅游节目 去年合作拍摄的台湾澎湖群岛特辑 获班最佳导演和最佳主持人两项大奖 主持人约瑟布罗森渡谈起得奖感言 还一度更业 约瑟夫夫妇俩回想那段在澎湖拍外景期间 仍印象深刻 曾获得台湾观光局现象的导游李琼志 也一同出席典礼 对于主持人约瑟夫的敬业表现 他赞叹不已 那两人虽然语言不通 却眼神相通 那个友情亲切是相通的 那阿婆最后就把牛笨打在他脸上 然后还唱着澎湖地方的民谣给他听 我觉得看到这个Joseph那么敬严 然后澎湖人相当亲切 刚好是相辅相成 他们最新的调查报告是2015年的调查报告 他已经显示台湾超越了南韩和泰国 是排名在美国民众心中第六位的旅游目的地 所以可以证明说 Travelscope确实是帮台湾推进了美国市场 Travelscope节目入围日间爱美奖四个主要奖项 尽管没拿下最佳摄影和最佳旅游冒险 但仍创立年来观光局与美国公共电视网合作 获得最多奖项提名的记录 又让世界看见澎湖之美 中央下记者曹玉帆 洛杉矶报道 2017SC世界大学生超级计算机竞赛 是世界颇具规模的大学生竞赛 各校高手云集 北京清华大学夺得冠军 亚军则由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拿下 而国立清华大学在连续好几天的赛事 拿下一等奖 和应用创新奖 大陆这边的话 那他们的实力通常都是蛮好的 因为他们来对这比赛有兴趣的人很多 所以他们校内的选拔也比较严苛 对 所以他们的基本功可能都会蛮好的 对 然後对这比赛就非常认真 所以通常竞争很激烈 主管单位指出国立清华大学在基因定序的考题上表现出色 代表参赛的学生认为除了平时课程训练要在短时间解决问题 也从比赛过程得到更多知识及成就感 这个比赛可以得到很多成就感 在训练的过程中得到很多成就感 然后也可以得到很多课内学不到的知识 而且主要是可以出国 然后就是看不同的学生 跟不同的学生做比赛 然后了解自己的实力 因为我们指导老师有开一个课 然后叫做平行程式 那这个课其实就在教我们如何用 让城市平行化来用更短的时间去解决 原本一个可能需要很久的时间才能解决问题 清大学生有利于也说 透过比赛直到世界高手很多 虽然这次没拿下大奖 但会再接再厉 中央社记者陈嘉伦无锡报道 驻南韩美军近来在南韩庆上北道 新洲部署萨德终端高空防卫系统 提升拦截北韩弹道飞弹的能力 美国和南韩也借着部署萨德系统 展现盟有关系 不过美国总统川普日前却表示 希望南韩支付部署萨德所需的 10亿美元费用 使得萨德再起话题 究竟萨德系统谁该付钱 清瓦台国家安全市市长金宽正 以及美国国家安全事务助理麦马斯特 特别为此通电话讨论 然而双方事后说法不一 争议反倒持续发酵 金宽正指出 双方在电话上再次确认 有关萨德的协议内容 根据协议 南韩政府提供部署用地和基础设施 萨德的部署运作和维护费用 则有美国负担 另一方面麦马斯特却认为 现有的协议直到双方就有关事宜 重新谈判前有效 因此出现在协商的说法 其实美韩双方除了部署萨德的费用 还有防卫经费分摊比例的议题 有待协商 现在两国各说各话 外界推测 川普是以萨德部署费用问题 作为提高南韩防卫经费分摊额的筹码 对此南韩国防部则强调 萨德部署费用无法再协商 至于防卫经费分摊比例 会纳入朝鲜半岛安全情况 南韩财政能力和驻南韩美军的贡献 等因素综合考量 双方协商后保证分摊比例合理 庄社综合报道 中央社拥有阵容最坚强的新闻团队 全球布局居台湾媒体之首 将近三十个据点分布五大洲 以台湾观点掌握全球脉动 第三十七届伦敦马拉松开跑 号称全世界最大的慈善马拉松赛 请各国跑者前来挑战 47岁的英国参赛者 挑战连续100天跑马拉松 创下记录 还有千里迢迢到英国参赛的台湾跑者 以不到三个小时成功晚赛 这次伦敦马拉松是大家都知道 非常难参加非常难报名的 那这次是用慈善募款的方式来参加 台湾的朋友很少 所以这个沿路跑起来其实还蛮孤单的 不过还好就是说 我有另外一个朋友有来 然后他在这个40K的时候 有递了一面国旗给我 所以我们在终点的时候 就可以拿着国旗 一样像波士顿一样用国旗进终点 台湾跑者王冠祥表示 这是他第四个六大马 预定年底还会参加芝加哥和纽约吗 目标要在今年征服六大马 今年伦敦马拉松有四万多人参加 刷新最多参赛者的记录 沿途还聚集了超过八十万的观赛民众 特别在最后一公里处 跑者努力冲刺 旁边的加油欢呼声也特别大声 主办单位还特别安排凯特王妃 在终点站侵跑者带上奖牌 张社记者邓雅珍 伦敦报道 大马天心林明珍 衣袭粉红洋装现身发片记者贵 新发型也染上粉色系 为了突破心魔挑战自己 林明珍穿戴他最害怕的粉红色 就连自认舞师的他也穿起高跟鞋跳中大哥 因为我平时就是比较少穿高跟鞋 那平时穿高跟鞋走路 我都觉得有一点吃力了 所以在跳舞的时候会比较紧张 除了王子邱胜义为林明珍新专辑 站台加油打气 唱片公司更邀请蔡康勇 陶金盈还有杨成林 安心牙等人入制加油影片 而叮当的这一段话让林明珍一度红了眼眶 哈啰 明珍 我知道我们一起都是李湘背景 到台湾发展的活动 其实背后有许多不为人知的内心感受 我非常懂 在这里想要帮你加油 我听到他那一段我真的就忍不住了 因为他说出来的话就是让我觉得好欣慰 不过面对李湘工作 要克服的许多挫折 林明珍也乐观表示 每个阶段都会有挫折 但遇到就设法解决才会进步 中央社记者张欣慰还被报道 德国总理梅克尔 5月2号将访问俄罗斯 会晤俄国总统普廷 商讨乌克兰危机议题 这也是梅克尔近两年来首度访俄 2014年俄罗斯并吞 铃国乌克兰的克里米亚 支持乌东分离主义分子 引爆乌克兰的分裂与内战 梅克尔一直扮演调停关键角色 外媒指出 目前西方国家对俄罗斯的制裁 还不会立即解除 但梅克尔此行透露德国有意愿 和俄国打交道的信息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在华视新闻资讯台 和中央社网站都有播出 我是黄家华 我们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